欢迎来到新乡雅剧 我是亚兰 上次我们讲到门风家训 说一个家庭里有了良好的风气 会对人心起到很好的安顿作用 那么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成长成为有良好的家教修养的人 那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有哪些良好的门风家训呢 在传统的家训当中 流传最广的有一个叫朱子家训 也叫朱子至家格言 因为它语言简朴 通俗欲懂 被广为传送 我曾经去采访过一个美国的新人学校 它的学校前台放了一个花瓶 我一看 没想到上面刻的就是朱子家训 朱子家训的内容包括说 黎明挤起 洒扫停除 要内外整洁 既婚便夕 关锁门户 必亲自检点 一周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半思伴侣 横宴物力维艰 意思是说啊 家里边的人早上起来 就把家里里外外打扫干净 让家里边的环境干净整洁 到了晚上要及早休息 不要到处乱逛熬夜 在睡之前呢 要亲自的去查看 门有没有关好 窗户有没有关好 以免有盗贼进入 那这些话语呢 到现在读起来 仍然很有意义 除此之外呢 还有诸葛亮的戒子书 里面有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是严世家训 这书中呢 很多名句 到现在也广为流传 比如说 与善人居 如入知澜之势 久而自方 意思是说啊 与那些粮食亦友相处 就像进入了有兰花的房间那样的 久而久之呢 自己身上 也会沾染上清香的气息 还有基才千万 不如搏迹在身 等等这些语句 那么中国传统的家序呢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很多 很多人以为传统文化 只要让小孩子学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良好的习惯养成呢 是靠一个家庭的风气 那么说到家庭风气呢 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的一些普遍现象 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 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 和大家善意的提醒一下 我们想和大家谈两个方面啊 第一个呢 就是在传统文化当中啊 家庭当中 男女它是阴阳互补 相互扶持的 一般来说 男子是一家之主 承担着养家的责任 而女子呢 承担贤内住的角色 相夫教子 家庭当中会有家庭的规矩 讲究夫畅 父随 父慈 子孝 尊老爱幼 父亲 母亲 长辈 子女 分别安守自己的位置 不能缺位 也不能坚越 但是呢 在中国大陆 很多党王化当中呢 中共鼓吹说父女能顶半边天 它要求的是 凡是男人能干的 女子也要能干 不能降低标准 甚至女人呢 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 被吹捧为是女英雄 三八红旗手 这个毛泽东曾经鼓吹说 不爱红装 爱武装 女人丢失了很多贤良舒德的女子品质 要像男人那样的去开矿采石 砍伐树木 也练钢铁 冲锋陷阵 在这种文化当中呢 培养出来的女子 要像刘忽兰 李铁梅等等 于是呢 这种社会当中出现了很多 铁姑娘 女汉子类型 而另一方面呢 党文化又大力的宣扬同性恋 所以在舞台上 我们会看到各种伟娘大行其道 反而成了一种时尚 在这种阴阳反背的文化下呢 在家庭当中 不少女强人代替男人说了算 取代一家之主的地位 掌握家庭主权的女性呢 又会嫌弃说自己的丈夫太窝囊 处处的刻薄络络她们 所以女性呢 一方面是失去了自己依靠的安全感 而另一方面呢 男子也会失去应该有的尊严和担当 变得懦弱 为了家委屈求全 而有的人严重的 还会产生心理的疾病 其实在这种阴阳反背的家庭文化当中 孩子们也会耳濡目染 很多孩子也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比如家里边如果是女孩子 她会效仿母亲的强悍 而男孩子呢 她会继承父亲的忍气吞声 他们会把这些特质啊 再次的展现到自己成立的家庭当中 延续在父母家庭当中的这些问题 而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想和大家谈的是说 最近中国大陆的离婚率是在逐年的攀升 就在今年的3月啊 2019年3月 中国大陆的民政部公布了2018年的数据显示 说全国结婚登记的人数呢 是有1000万 而离婚登记的人数呢 有380万 离婚率呢 占到了38% 这个比例呢 将近占到了四成 而离婚的原因有很多啊 其中包括有婚外情啊 婆媳关系不合啊等等等等 那婚外情势占到了非常主要的原因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中国大陆啊 你从领导人来看啊 中共贪腐的官员当中 十有八九啊 都是包养婚姻以外的女人 所以呢 会在广州啊 深圳啊 美国洛杉矶啊 会有这些二奶村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种从上而下带动的风气啊 也在不断地冲击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 所以导致呢 社会上离婚率不断地攀升 家庭的动荡 其实对孩子的冲击是巨大的 他们从小就在不完整的家庭当中长大 会失去很多正常孩子应有的家庭观念 我们常说三代出一个贵族 意思是说呢 一个人良好文化修养的行程 他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 以及长时间的积累 如果家长想要培养孩子 成为有良好道德修养 良好学识气度以及举止高贵的人 不仅仅是让孩子去学习传统文化 还有呢 父母本身也要身体力行 父母的言传身教 良好的家庭氛围 是子女最好的示范 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还有哪些文化 在对人心起着安顿作用呢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 Claudia